那我們想要藉由這次的種植活動 來重新找回到人和自然之間的連結 那如果像這樣我們現在前面的這盤小小的款單呢 可以來提醒大家生命的重要性 還有可以提醒大家說它存在的價值大概哪裡 然後因此呢我們這次的活動之外呢 我們之後會有一個展場活動 我們設計出了一款模擬的APP 這個APP程式它可以記錄到植物的生老病死狀態 而且有24小時的一個線上的診療單 可以得到植物的一個植物醫生的一個即時回復 那我們在這個APP裡面呢 也用了手繪的一個插圖模式來做一個心理測驗 那這個心理測驗呢可以解釋出大家在生活中呢 有什麼潛在的壓力狀態 那以上的這些東西呢都可以在APP裡面體驗到 如果大家對這個程式有興趣的話 等一下活動結束的話可以來到我們前面 或是詢問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都可以幫你們做解說 好 那大家現在我們大概可以來進入我們現在的主題 這次的活動呢就是要讓大家能夠製作黏土 大家就是一起合作 裝飾你們現在前面的那一盆多肉盆栽 那我們選用的是青黏土的資料 因為它的延展性很好 那在完成成品之後呢它會有一定的彈性 為什麼在活動開始之前呢 我們會讓大家就是選擇你們自己的一個小主角 那如果沒有選擇主角的人呢 等一下也可以就是自行捏 那如果黏度有不夠的狀態都可以告訴我們的工作人員 那其餘的小配角呢會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多肉植物的角色 然後一個是花瓣的狀態 然後另一個是仙人掌的小小草 那等一下我們會在台上會跟各位做這個解說 然後旁邊呢穿黑色衣服還有掛吊牌 都是我們的團體解說人員 那如果大家在活動進行中有什麼狀態 都可以詢問他們 那活動進行中間有什麼樣的建議跟問題呢 都可以跟他們做考慮 那我們在活動進行之前呢 我們活動結束的時候呢會有一個粉專的活動 它是一個投票的活動 那現場的各位其實都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參賽資格 活動很簡單啊 只要拿著我們現在完成的成品 然後拍照之後上傳打卡在IG上面 如果分享公開之後 我們標記我們的解憂植物園 那就可以拿到最高人氣的話 就可以拿到我們準備的禮物喔 好 那現在大家都已經各就各位的話 我們就開始來製作我們前面的免土吧 好 好 等一下花瓣的大小呢 是大家自己做決定 那大家想要做多大的花 就是拿多少的土 那盡量不要太小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搓長之後壓扁 那壓扁的寬度呢 會需要一定的寬度 如果太窄的話 等一下在做切割動作的時候 可能很容易就會斷掉 好 那我們現在可以就是大家自己選擇 自己想要的花瓣的顏色 然後先捏一個跟指尖差不多大小的黏土 就是跟指尖的大小差不多大的一個黏土 先選擇自己想要的顏色 然後如果進行中有任何的問題呢 旁邊都有人員可以做解說 可以問一下他們 可以問一下他們 好 那稍微大家選好顏色的話就可以看我這邊囉 然後呢 現在捏好那個大 那個你們喜歡的顏色之後呢 把它戳成一個圓形 把它戳圓 把它戳圓之後呢 然後可以在你們的保鮮膜上面 用兩隻食指 然後幫它戳揉 戳成長條的形狀 戳成長條的形狀 那長度的大小呢 都是取決於你們等下花瓣的大小 哇 你超厲害的耶 都沒有看到的 你還要看我的老迷 那些的大小呢 你還要看他 他都買得到的 你還要看他 我還要看他 他都買得到的 你還要看他 有很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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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